强行吵醒最为致命 有听到外面的叫买什么 小火车啊游客啊 停在坐的地方就是充电方面 但是太吵了 又是这么差的一天天气 你看到没有 清爽 老婆和家美已经出去了 早上被昨夜他们喊出去吃 吃那个粉去了 吃贵州那个粉去了 我先去说 看看外面的大雨还有外面的叫喊声 下面他们已经回来了 老婆给我带了你吃东西回来 本来想自己煮点东西都懒得出去 原家村小火车每位十元往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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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喇叭放到咱们 四辆房车中间 完全不让咱们休息了 小孩午觉也睡不好 小孩午觉也睡不了 哎呦 这个砸着 我看着 现在白天这边人多少多 天上都挺满 太多 人贼多 现在阿婷准备骑着平行车 就要去逛逛 去买点东西 哎呦 这个人 本来以为逃到了 人比较少的地方 没想到 白天这边人多的也是相当夸张 哦 好多人啊 哎呦 昨天这个是云霄飞车 没想到是两人的 看到 两三人一辆 有看到不 这个好像还挺好玩的 上面是水 然后是冲的 这个可以啊 而且天气太差了 天气好的话 就带佳明来玩了 OMG 买完东西赶紧回去 这人多的 过年感激都没这么多人 你看 他不吃吗 吃一口 呜 夸张夸张 半天现在溜达到了旁边的一个小寸子上 就是原家村边上的一个小寸子 你看同样一个地方 两边距离超近超近的这边的人呢 就少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因为一个是旅游景点 然后一个就是普通的小城 差 差好多 然后我来这边找家药店 买 买那个啥 最近真的是从家里回来之后 就一直一直感觉超越不舒服 很烦 这边看到一个煎饼果子摊 哎呦好久没吃煎饼果子的 吃一个吃一个 给我摊个饼子 好 杂粮煎饼 可以 能加啥呀 加香肠鸡蛋 哦 那就加香肠加鸡蛋吧 嗯 嗯 那个那个干啥呢 那叫做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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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穿的好冷 现在车里面温度只有18.5度 超级冷 湿度又大 上床睡觉了 上床睡觉 风向怪 吵死个人了这外面 现在出来吃晚饭 这边终于消停了 一天亮 然后就到晚上 就一直响不停 各种声音啊 咱们停着位置 虽然说充电方便 但是噪音太大了 今天晚上把电充一下 我明天真的是得换个地方 不然的话 中午睡午觉睡不来了 又走到原家村的 原家村里面的道路来 这边呢 在举办一个篝火晚会 非常非常多的游人 我们呢是准备去里面吃饭 此情此情 有点像走入了 好多好多年前似的 从建筑陕西的 这整个原家村的 整个村的地图 看起来是非常大的 看起来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村子确实是挺大的 这种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就是白天实在是人太多 晚上的话 还可以 这个村子 这村子里可转的地方太多了 闸货 还有很多的品牌店都在这边开店了 走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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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说东西 说东西 捏个你 在那边捏个你吧 来 哇 又回到这条小吃街 他们在买肉夹馍 我们先去那家红薯粉里面去做 其实阿婷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 最不喜欢就是这种 人特别特别多 特别特别拥挤的地方 我真的还是 喜欢清静一点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一白天 我都没有怎么出来 买了个糖葫芦 哎呦 还想吃点甜 嘴巴里面苦苦的 这边是料 这边吃这边的红薯粉 我点的是不辣 不辣也没有醋 这段时间不能吃辣的 这碗是我的啊 对 筷子这里要干净了 麻辣的 那个是麻辣的 这个是麻辣的 这个是哪个是酸的 这个是酸的 哪个是酸的 有辣椒的应该不是那个酸的 是吧 不是酸的 因为有辣椒的都是酸的 然后你就记住你那个不酸加醋嘛 那这是谁的 不喝的是不喝吃豆腐去了 看这个红薯粉 其实红薯粉在鱼药那边也特别有名 我老婆家那边的番薯粉特别特别好 朝鸡肉叫磨 磨酥肉香 对 不过这个肉里面 肥肉居多看到没有 全都是肥肉 好可爱啊 自己擦嘴巴啊 自己擦擦 哎 你把那个桌子都擦干净了 不是 你别哭到桌子上 饭嘛不正经吃 吃是草莓糖葫芦 然后给他又拿了一串 炸薯片 他自己清点了 要吃 走啦 跟上你妈妈 小心点 人多的 我们就准备准备我们准备以远路返回了 野菜包子 驴肉 薯条 这边还有这么一家店卖薯条的 这个薯条大 红薯条 鸡蛋灌饼 手工戳戳 红薯条 驴蹄子 油膏 烙面 本蒸排骨 油膏 10元5个 小团 看这边小吃 看花了眼 吃车的肚 凉皮 豆面 油茶 砂锅米线 关中凉皮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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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走出去 先走出去 啊 什么 这是条 走 手工蒸膜 蓝香肝膜 自己小心点啊 每天呢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了 因为真的是太吵了 早上7点的话这边就要 这边的喇叭就要叫起来了 然后那边的赛车啊 然后这边的人啊 人山人海的 真的如果再住两天的话可能得精神衰弱 所以说我们明天就得走 这个地儿真的是 太吵了 今天真的是被吵死 家没睡午觉也 也睡得不好 好了下来下来 下来吧 我还要再考考你换 走走走走 嘿 打你打你打你 小心点 嘿 过来抱一下 来 过来抱一下 小孩子的手得真美好啊 啥都不用愁 我儿子就管事了 小心点啊 说啥 一起看电视啊 把这个先放好 哎呀 看有如果以后出来带小孩 带小孩子一起玩的话 阿婷的房车估计会乱的不像话 感觉这种生意房车空间也不大 如果带着这么小的小孩子的话 因为小孩子的东西太多了嘛 光放他的玩具好吗 光放他的玩具好吗 就要放很多很多 哎这是 这是哪里来的 啊 小孩子是 这个 这个是谁 谁卖给你的 那是 那是谁给你的吗 想着如果以后带我小孩子玩的话感觉 我这款 只能说我这款私营房车的空间 还真是不够用 看 我现在下面就放满了东西 我下面是他的玩具 钱是堆着的 一些东西 而且 我这储物仓还也不够大 如果以后要换房车的话 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 以后我可能会选择 那种 横置床嘛 就那种 因为现在是纵置床 以后可能会选择横置床 这样的话 隐私性会好一点 然后空间感的话 会比这个 会比这个纵置床的 会好一点 而且呢以后可能会选择 选择单拓展 因为有个小朋友在 这样的话 中间这个拓出去的话 中间有个很大的 完全够他玩的 其实以后选车应该会选 那种单拓 然后储物空间大了 然后横床 单拓横置床 就双拓是不会考虑的 嘉明啊 头发好长啊 好羡慕呀 爸爸从来没有留过你这么长的头发 爸爸从来没有留过你这么长的头发 可以绑辫子 啊 怎么好呀 那你给爸爸看一下你的头发 再起 刚好可以绑一个辫子 飘逸的秀化 哎 我说我呀 哈哈 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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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车里面开始柴暖 然后外面的温度还非常的冷 我今天出门都是穿远户的 然后车里面开着柴暖 温度还是热得挺快的 现在穿着短袖 你家民在这边看电视也不是特别 非常暖和了 现在车里温度已经将近21度 所以说现在还是非常暖和 柴暖呢还是 要买房车要选择一个好的柴暖 柴暖重要的话特别特别 柴暖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特别是去那些高远地区西藏啊之类的 能保证你的24小时热水 然后能保证你车内的温度 只能 只消耗些许的柴油 所以说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房车上的东西 大家以后买房车一定要注重柴暖的品牌 我这个车的柴暖是韦巴斯特的 我不是韦巴斯通的 用了一年多感觉这里还是可以的 无论是在低海拔 还是在非常高的海拔 都能正常使用 老婆刚刚在睡觉了 拿出一个晚上吃饭手 吃的这个肉夹馍 然后出来用微波炉热了一下 它这个肉夹馍真的肥肉超级多 全是肥肉 好烫好烫好烫 全是肥肉 肥肉居多 我估计有八成的肥肉 两成的手肉 但是味道还可以 配着老婆带来的杨梅芝 杨梅芝冰过之后 真的特别特别好喝 我是用我强行把我的冰箱 给启动 然后把它给 冻上了 忍受了超久的噪音 然后才给它冻上了 特别的比较好 配上这个猫 简直了